好了,看到我放了一盒Mao Lengen的Soulon Card 你也猜到我今期日想跟大家玩 無限奧創套裏面的Soulon Card 這個Soulon Card並不是我第一次買 我之前也是跟大家分享過一隻散貨 那時是一個大包收回來的散貨 玩過一次,這次並不是散貨,我們玩全新 這盒就照顧到跟極濟慣例舊的同系列 之前也有介紹過幾隻,例如女的陸巨人 這隻美國神奇女士 接著這隻月奇 今期也有介紹過這隻Soulon Card 那盒先掉了 配件方面,他就是配了那個 無限奧創的頭,以及他的武器 Soulon Card就是一條棍,一把刀,以及一隻手 我們先拿出一些配件 先拿下來 有點緊 好緊 這隻並不是我第一次介紹的 就是之前跟大家玩的一隻散貨 這隻無限奧創的頭 好緊 奧創的頭很緊 這隻無限奧創的頭很欣賞 這隻無限奧創的頭很欣賞 我們來看看 首先,配件都拿出來了 近一點點 先把主體放在這裏 先看奧創的頭 組合件就是奧創的武器家 那個 頭 這把東西就有一點點 比較 比較兒那過 即是遠 這些位置 這裏應該是拍了下去的 但我現在不拍了 到時組合 組合人的那個 視頻先跟大家再組合 看看頭 最後一顆 心靈寶術是頭 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也是我這一隻最想要的一隻 配件方面 一對拳頭手 一條棍 一百刀 來看看主體 主體方面 這個蘇倫卡特 我個人覺得是做得漂亮的 但基於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就不再細節去介紹它了 手型就是1.0的數體 買它我真的純粹是為了拿奧創的組合件 因為我本身已經有一隻蘇倫卡特 腳 腳短動 腳短動 這個位置有點固定 我都擔心高玻璃 就是這些位置 鞋子寶 因為鞋子寶的關節都還未到家 太緊了 你硬扭了 也是容易斷 下面這裏就可以 零了 整個東西就出來了 那個 就是那個 玩的手感就出來了 腳有點軟 首先 頭方面 我覺得細節是ok的 它的陰影做得有點過重 它的味道 嘴角也是 好像嘴角陷入 就是跟別人攪拌 被別人嘴到 唇膏 移位置 那種感覺 這些其實是鞋子寶的過錯 上色上得差 但這隻本體是不差的 如果你有能力重途 或者找人重途 絕對是一隻好的 腳都是1.0素體 這隻腳的發唆時間 記得看看 2022年 大概這樣 整隻東西的配色就是 墨綠色 加黑色 那件衣服長不下來 有點可惜 大概就是這樣 那好吧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